还有48小时他就要当爸爸了 可灵堂上却摆放着妻子的遗照 还有未出生宝宝的照片 几天前他们还是幸福的家庭 并未两天就要出生的宝宝起云为登山 突然孕吐的妻子想吃苹果 丈夫给孩子说声再见后 便出门去超市买苹果 可丈夫还没走一分钟 突然听到房门被打开 他还以为是丈夫忘记拿东西了 结果一回头傻眼了 他下意识地护住腹中的孩子 可悲剧还是发生了 这件事很快引起群众的愤怒和同情 得知孕妇生前想吃苹果 很多陌生人便送来了大量苹果表示慰问 由于男人和妻子都是孤儿 所以葬礼上没有任何亲人 大部分都是好心的市民 而丈夫从妻儿去世到现在 也是没吃过一口饭 停尸房内 东珠决定帮死者完成生前的医院 于是他用神赐予的手去触碰死者 就这样死者灵魂被唤醒了 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他还不知自己已经死去 当东珠将一切说出来后 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可他并没有多害怕 反而还在担心孩子 因为他的孩子还有48小时就要出生了 听到东珠抱歉的话 虽然知道了答案 可他还抱有一丝希望 忽然他想起一件事 希望东珠将手机借给自己 能给丈夫打一通电话 由于他已经死去 手机怎么也打不开 东珠带他拨通了丈夫的手机 可却一直无人接听 他祈求东珠能不能再打一次 可东珠再次拨打他丈夫手机时 还是一直无人接听 这一下让他再次陷入绝望 与此同时 同事脱跑腿小哥将饭带给东珠 当他来到门口时 听到房间有人说话 东珠傻眼了 他不明白死者怎么突然失联了 看到东珠抱着死者在说话 却可把小哥吓得半死 东珠也发现了开门的小哥 就这样两人对视了几分钟 还以为东珠有特殊爱好 便转身离去 东珠赶忙追上去想解释 说自己能看到鬼魂 可小哥怎么可能相信 这种电视上才有的超能力 这时同事走过来 告诉东珠死者丈夫不见了 让他们赶快去找找 东珠听到后 赶忙来到停尸房 准备再次唤醒死者灵魂 想从他口中得知丈夫的去处 可这次却毫无反应 他们一直找到晚上 也没有找到死者丈夫 随后他来到小饭馆吃饭 一直想不明白 蹬三的腿到底是什么意思 突然跑腿小哥也来吃饭 当他看到东珠也在 嫌弃地转身离去 不料东珠追上来将他叫住 并把一切罪责怪在他头上 要不是你开门走进来 就会听到死者说完 蹬三的腿后面的话 这样就可以知道 他丈夫的线索 听到东珠在责怪自己 这让他感觉有些无理取茂 东珠也气愤地转身离开 第二天一大早 东珠找到一名电视台主播 让他读一篇稿 原来在昨晚 想到死者之前说 他写过一篇读稿 希望他丈夫能听到 于是东珠想利用这篇读稿 来挽回死者丈夫做傻事的心 与此同时 送货路上的小哥 也听到了死者这篇读稿 读稿内容说了他们相识过程 第一次相遇在登三桥上 所以为孩子取名为登三 当听到孩子的胎名 真叫登三时 这才相信东珠昨晚说的话 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与此同时 一座天桥上 丈夫已经决定随着妻儿一起离去 因为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他的亲人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小哥突然出现一把抱住了他 原来东珠说的登三的懂 其实是登三桥 可男人已经抱着必死的心 歇斯底里呐喊着对妻子的思念 当听到小哥说妻子有封信给他是 他这才慢慢冷静下来 小哥将他从桥上抱下来 看到男人哭得那么伤心 他虽然没有体会妻儿离别之痛 但从男人脸上仿佛读懂了一切 就这样 男人重新回到了葬礼上 为了完成妻子最后想吃苹果的愿望 他将苹果挤出汁 因为妻子最喜欢这样吃了 然后拿着苹果汁 来看望躺在那里的妻子 泪水不自觉打湿眼底 右手抚摸着妻子的头 左手抚摸着未出生的孩子 可妻子再也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另一边警方通道凶手与抓捕 应入室抢劫杀人灭口 可不管怎么样 男人永远痛失了妻儿